大家好 听见了吗 这是从我家走大概30分钟的地方 路边的一个人家 后面有车过去了 你看 他家这个链子里有这么多的鲤鱼 有这么多的鲤鱼 好棒 这是一个日本人家的院子 在路边呢 哇 很好 这么多鲤鱼 这么多鲤鱼 那边还有 那边还有 日本人有时候自己的那个兴趣爱好 他特别的专一做他自己的事情 他这个事情做的 哇 已经养了这么多鱼 这就是在路边 这就是路边啊 就是路边 路边 这晚上呢 他这有网子 这网子可能晚上放下去 猫进不去吧 猫进不去 这就在路边 我们再把它放大看一看 放大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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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鱼好厉害呀 真棒 看这鱼好厉害呀 在这里也不敢给他喂吃的 不是自己家的 不敢喂吃的 放吧 鲤鱼呀 黑色的花纹的鲤鱼 黄色的花纹的鲤鱼 还有鱼黄色的 哎呦真棒 再看看那边 远处那边 哎呦 他怎么养了这么多呢 哎呦 他怎么养了这么多呢 漂亮吧 喜欢吧 这就是路边一个 普通人家的院子里养的 我去年来看见过 偶然看见了 今天天气非常凉快 我想散散步 所以就来了 到这里 就想着看看这家的鱼还在吗 人就是有熟悉的事情 见面着 然后来看一看 啊 呀 真好啊 真好呀 有这么多 哦 有这么多的 看看这边的 这边的 哦 这边的 还有那边的 不太活跃的地方 不太活跃的那边 呦 看看这边 米草中 米草中 可爱吧 这个图像非常美啊 呦 真漂亮啊 哎呦 从那个洞里 他们那边有个像 种一样的 种一样的 出来 喜欢吧 这就是一个日本人家里的院子里养的 也不知道它这是就是养的 看呢 还是卖呢 我估计不是卖 好像它外边没有写卖的 这个 哎呦 养这么多 养这么多呀 看看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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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养这么多 米呀 米呀 它那底下 底下也可以是互相过去的 是啊 我们从这边看一下 它那底下是一个洞 哎 底下是一个洞 哎 你可以过去 自由的穿梭过去 是啊 可以自由的穿来穿去 哎呦 真棒哎 真棒哎 嘿嘿 你见过这么可爱的院子吗 我可以在这自由的看 自由的录像 主人在里边 也不会出来干扰我 哇 没有大鱼吃小鱼的问题 它们都和谐相处 我今天认一个 说它身上的花纹是什么 下回来再来看看它 再来看看它 哎呦 好了 那边有水声 是那边的鱼在这边看 哇 好看 好了 谢谢你 鲤鱼们 再见 谢谢鲤鱼的主人 养了这么多可爱的鲤鱼 给路人看 白天它把这网子揭开了 网子揭开了 我们可以看 晚上可能把这网子放下去 防止猫来偷鱼 好的 再见 今天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平常日本 再见 谢谢您 拜托您订阅红月频道 跟红月一起看看 平常日本的生活 平常日本人家的点点滴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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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